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 和昂贵的首饰作为嫁妆,而男方却可以不用出钱,在结婚后女人还必须在鼻子上打洞穿上鼻孔,脚上也必须担上一只脚铐,最可恶的是面对刚出生的女婴,父母如果不想养她,便会将她溺死在牛奶中,没人会去过问,就连法律对此也视而不见,可见印度女人的地位究竟有多低了。 如果要去印度旅游,小伙伴们一定要记住,千万不可以像带着鼻环的印度女人问路,因为她们都是有夫之妇,不可以再跟外界有过多接触,如果被发现跟陌生人讲话,轻则被打姐姐耳光,重则棍榜相加,可见作为游客,保护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去接触了。 印度作为一个人口基数仅次于我们国家的人口大国,加之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和老旧思想观念,单凭几部倡导女权的电影是肯定无法改变的,因此想要在一时间改变印度的现状也不大可能了,这也成了国际关系的问题了,面对这样的问题,小伙伴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呢?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,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,欢迎大家点赞评论,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